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树莓派上安装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它主要是用来做智能家居管理的软件 它这个平台很全面 它可以把很多平台的智能设备全部集中管理 集中到一起集中管理 你可以在Home Assistant中建立一些场景 联动等等 总之它的功能很强大 那么很多朋友在树莓派上面安装的时候 会遇见一些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都整理了一下 然后写成了一些代码 然后我把它放到我的网站上 大家只需要把这些代码复制粘贴到你的树莓派 就可以成功的安装并成功的运行你的Home Assistant 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开始演示一下如何安装 首先呢大家打开我的网站 我会把网址放到视频的下方的文字介绍里 我们看大概的安装过程呢一共分8步 到第8步之后呢就全全部安装完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代码一步一步的贴到我们的树莓派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先打开Xshell Xshell我已经用派用户登录进去了 大家登录进去之后呢 从第一个部分的代码开始粘贴 我们复制粘贴到树莓派 复制完按一下回车 这一步呢主要是要把我们的树莓派的软件原更换为国内的原 因为树莓派内置的国外的原呢它可能会遇见一些问题 所以呢导致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发生 大家有可能会卡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更换为国内的 好第一步完成了 我们我们看下面这边呢 如果你用的不是树莓派是斐讯N1的话呢 你要贴这一段更换国内原 斐讯N1的ARN半系统是要用这一段代码 我们在我们用树莓派的话呢 粘贴这一部分就够了 然后我们跳到第二步 第二步呢是安装我们的Python的Python的运行环境 我们把一整行复制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控制台 按回车 这个时候它会安装Home Assistant所依赖的运行环境 我给大家做这期视频主要是为了Home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Home Assistant把你的家智能起来 我呢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很多问题呢我遇到了 然后呢我会把它记录下来 做成视频放到网站上面让大家去观看 如果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希望能帮助到一些其他的朋友 遇到问题的朋友看了我的视频 如果能解决了问题 我是很开心的 好第二步我们也执行完毕 下面我们复制第三步的代码 这一步呢也是更换国内的源 我们要把它换成阿里云的 这个是Python的Python的Python 这个源呢 后面如果要是网络环境不好的话 它会抱很多错误 最后让大家很头疼 这一步很快 我们现在开始第四步 第四步呢是安装一些Python的依赖包 我们把它一样还是粘贴过去 按一下回车 然后这一个过程呢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我呢后面会给大家快进过去 告诉大家 在这一步就非常好 我发现了 别人的准备 你们复制了 我们有一项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到命令提示符了 这步确实执行时间比较长 然后我们执行下一步 回到网站了 去粘贴这一条命令 这条的命令呢 就是在为我们安装 Home Assistant了 粘贴之后我们回车 这个过程呢 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我也会把它快进过去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会把一些时间长的段落 全部快进过去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到这里大家看 我们又回到了命令提示符 现在呢 Home Assistant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回到网站看第六步 第六步呢 是我们手动启动一下 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成功 其实就是四个字母而已 HASS 我们在这命令界面行 命令行界面敲HASS回车 Home Assistant会启动 启动之后呢 它会先创建一些临时文件夹啊 或者是一些它的配置文件目录 当你看到如果它命令行卡在某个地方 并且它显示正在安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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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那呢那我们给它一些时间 我们都给它一些时间让它把这个安装完成 因为它启动的时候呢也会检查一些依赖 如果它缺什么依赖的包 它会自动安装 自动安装的话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用户呢第一次安装完成之后 它它以为启动不成功 其实不是那样的 可能是它启动的慢 因为它正在安装一些它的依赖软件包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一行 如果大家有这一行错误的话 请忽略 因为这一行并不影响我们使用 这一行在你创建完了 Home Assistant的Device Tracker之后 这一行错误会消失 那我们回到网站 我们等待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第七步了 我没必要在那边等 我们点邮件复制第七步创建系统服务 我们再打开一个Shill 我们点复制绘画 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们再开一个窗口 我们把命令粘贴过去 这条命令呢 是为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创建一个系统服务 我们下一步呢 才是添加开机启动 和启动 我们把这两行复制下来 然后也贴到这个界面里 按下回车 两行都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界面 应该已经OK了 大家如果没看到明显的错误 就应该已经OK了 我们敲Sudo Reboot 重启一下我们的树莓派 当树莓派启动之后呢 我们的Home Assistant这个程序 顺利的话 是应该是跟这系统一块启动的 好 现在我们连上了 我们用PS命令 让GRAP检查一下 HASS 大家如果能查到这条进程 证明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已经成功的跟随树莓派启动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输入我们刚才的地址 输入我们树莓派的地址之后 我们加一个冒号8123 刷新之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欢迎界面了 我们建立一个用户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我输入一个test 用户名是test 密码呢 我随便敲一个 创建账户 完成 好了 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安装 本期教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在我视频的下方留言 或者去我的博客留言都可以的 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